香港到台湾的 阿公那一年 1962年春天 很冷的時候 就從中國大陸 抱著一個籃球檔 留室到香港 後來在香港想去打工 因為我不會講香港話 你從哪兒留到香港呢 從深圳 深圳的海口 深圳 深圳 海口 從深圳 那是阿公第七處投渡 第一處投渡是1960年 一關了兩個月 十幾歲就去坐牢 一關了兩個月 第五花大板 用繩子綁 綁以後就放在卡階上面 到了深圳的一個監獄裡面去坐牢 去的時候 跟你們的教室那麼大的地方 關了兩三百個人 哇 地下的坐牢 兩個過道旁邊的床夫 三層床夫 過道旁邊的床夫 都全部坐牢 有那個門那麼大嗎 你是怎麼從香港到台灣的 就是你跑出了牢 然後呢 你怎麼從香港到台灣 那是最後 我還有一次 從鐵絲網 五指山 五銅山 跳鐵絲網 跳到香港 鐵絲網 你知道嗎 鐵絲網有刺的 然後上面還有一個 你知道嗎 我們就 那時候就 把鞋子脫掉 不能穿鞋 因為鐵絲網裡面有一個一個 你剩下的擋鞋子 勾住那個鐵 你才能夠上去 後面有狼狗在追 你要被狼狗追到就完蛋了 人家 他就把你咬一口了 怎麼到台灣 怎麼游泳到台灣的兒子 沒有 那個時候 我們游水 游到香港的九龍 那個地方叫三層 我們六七個人 七個人全部游過去了 然後就 看到那邊香港警察 要探照燈在照 我們大家就爬下去 探照燈照回來 我們趕快就躺在地下 整個探照燈一過去 我們就把鐵跑 上山跑 老遠都看到要燈光 所以他們是往來燈光的地方 跑 我跑在中間後面還有人 那時候過去四次的 我們那些衣服都都 衣服那繩子綁往以後 綁在身上 全部都死了 然後跑到那邊 原來裡面是一個農場 養雞場 養雞 狗子衝出來了 主人拿著棍子出來以後 我們也來偷雞了 前面的人趕快跪下來 跪下來求他 所以我們是偷渡過來 請你收留我們 我們要親戚到時候 送你一點錢 答應收三百塊港幣給他 然後我們去的人 就被他放在倉庫裡面 密不透紅 後來開了一個縫 然後每一天給我們一罐茶 三個麵包 我阿公第一次吃到那麼香的麵包 就在香港吃 然後後來他的親戚朋友 一個一個借走了 剩下我一個 我待到第三天 我五個就是 你爸爸的武術 才從九龍到那個山水來借我 他帶來兩個朋友 為什麼呢 因為你從邊界要進到九龍 他中間有一個邊環帳 有一個警察有的邊環帳 你每一個人要坐大巴 要進九龍他都會檢查 我哥哥呢 就帶我去他朋友家 然後把他的衣物 偷下來給我穿 他手錶給我戴 還點了一條香菸 叫我裝著香港 因為人家一看 你從大陸偷渡出來 他就抓你了 所以我要大班 像香港人一樣 把頭髮都水梳一下 然後坐在大巴 把窗戶開起來 我坐在這邊 我哥哥坐在這邊 前面坐他的朋友 後面坐他的朋友 為什麼 就怕緊張 發現我是偷渡的 他會抓了 我會送回去 然後我那時候 心都快要跳出來了 我故意真正 故意加個頭一樣 然後呢 其實我眼睛 還一直在注意他 看不看 好像沒有偷渡來 偷渡出來 因為偷渡出來的人 穿的衣服都不一樣 吐的吐氣的 一看就知道這麼大了 我是看我的穿的衣服 香港人的衣服 還穿了一個 穿了一個 還戴著手錶 所以他沒有想到 我是從大陸投出來 所以說 警察坐了 車門一關 我們就開進去 就到香港 在香港以後 找工作也不容易 想去外面找工作 因為不一樣的慌 然後想去 前途 我就寫信給台灣的哥哥 台灣第四哥哥問他 我可不可以到台灣讀書 後來他找到台灣的救濟機構 寫了一封信 寄到香港 我就拿那封信 到九龍自由道 我好 那個地方到台灣辦主處 就跟他說 我願意到台灣 他就給我75塊港幣 他說你去買衣服 什麼時候可以去 我說什麼時候都可以去 好 那你下禮拜來吧 坐船 坐大人船 那個人船坐 我不會 記住我們那一批這幾百個女 直到台灣 直到台灣 因為他去台灣的時候 怕那個台灣政府 把我們抓去當兵 你知道嗎 抓去當兵 等著當炮飛 後來到了台灣以後 我發現台灣政府很好 然後我就部署 不要錢 一個月給一百八十塊錢 一個月給我們吃飯 領用 一百八十塊錢 那時候早餐 我最多是吃一個一塊錢 補到一塊錢 一個地方喜歡 一個饅頭 然後一頂花生 你想要吃飯 那不行 那錢不夠 後來呢 我哥哥在台北 所以我禮拜六禮拜天 就到我哥哥家裡 去在哥哥家裡 幫他做生意 所以吃得比較好一點 然後我哥哥兒子女 他的師父 也經常給我五十塊 七十塊錢 零用錢 所以在讀書 三年在讀書 除了睡覺跟吃 跟廚房一樣 阿公的時間都是在讀書 英文也是在台灣在念的 在台灣當地的學生 從初中一年去 就開始學英文 阿公就等到高中一年去 才開始去學 然後獲勝地國職 人家拿去英文擴本 就可以讀了 我半個都不懂 所以阿公英文就吃虧 所以 後來我們英文老師老師說 你 你就懶不出來 所以我一大早起來 還沒上課 我就到體育場 大聲去 大聲懶讀 大聲讀英文 這樣子 到現在為止 公文英文還是一樣 沒辦法 那比起老外還比不到一半 所以吃虧了 阿公會五種語言 除了英文半童水外 還會國語 以為廣東話 會到台灣的名男話 然後我們家鄉的草州話 還會聽客家話 只要有人講 跟我不一樣的語言 我就拉長我都聽 所以阿公後來在做生意的時候 占了很多便宜 碰到講國語 我就跟你講國語 你很親切 碰到他講廣東話 我就跟他講廣東話 碰到那個草州老鄉 我就跟他講草州話 然後我們台灣來的人 我跟他講廣東話 有多種語言 知道嗎 這個是阿公跟你爸爸講的 我們中國人一定要把中文學好 我問你爸爸 你要每個禮拜六 禮拜天阿公就載著 讓你兩個去讀中文 然後我在那個樹里下 拿著報紙拿著樹 到那邊坐著等 等到他們下課 再把它載回家 從小學到high school 你爸爸就是這樣子 你們回到家裡 兄弟前面是這樣 盡量信念假動 到學校去當然會講 對不對 讀書沒有別的方法 讀書只有像我所語言 只有抗血變起來 一篇一篇的文章變 他說變書最厲害的 我們要考古文明天要背書 我躺著床上旁邊一個同學 走來背一個人走去背 他背上邊我已經記住了 背書有個技巧 你這一段 這一段把它背好 背好原來你馬上背第二段 第二段背好再從第一段 再到第二段 第二段弄完再弄第三段 第三段還好再一二三再背一次 這很快 阿公阿公只要 功我揪的他都記得差不多 數學一樣啊 什麼功課阿公 為什麼會考第一名 就是阿公相讀 像數學物理化學 我就是相讀 老數還沒教我 就相讀 我沒有看在立體看在形體 會做就是做 想不出來 真的想不出來 我搞一道道道底想了三天 後來再吃飯的時候就會想起來 像老數還沒教我 先讀 先看 像媽媽怎麼樣 他媽媽在 high school的時候 直到학교學去修蔻 孤媽 校學的時候 她就去讀那個大學學的書 修蔻 一想讀要тора稀 上課的時候 你就注意聽他講什麼 然後課後你把你想得出來再請教老師 所以不光數學、國文、數學、法學、歷史、地理 都是靠地理 沒有什麼沒有地理我沒過 沒有一個問題 阿公有問題 OK 沒有了問題 你可以把老師寫的東西寄下來 在樹上寄下來 阿公沒聽清楚過來的 阿公帶來一邊做清楚 OK 你可以那個寄下來老師說什麼 老師在講的東西 我耳朵在聽我就受不住 是不是太氣了 打錯事情 8號書記 好